拜登附近 这是明天 准备 要把送到机场 给它带个30个坯子 这是给它微小准备的 准备的210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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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收拆的 家族秦斗珍 秦三寸 雪茄不仁 秦珍蜜瓶传承人之一 秦珍粮瓶从85年继承福业就开店 田泡蜜 泡蜜你必须要泡到三个小时以上 时间断了以后摸蜜 摸不锡 摸锡了以后才能长得更紧的 把碎烧开 要在以北都覆碎 碎烧开 一汤 勺子较圆 汤出来小隔的以后就还有瓢了一些盐 盐里越稀越刀 当初皮子越紧 多许五刀起来了 作评前有词 然后我去过去一代都是用大杂道 你要吃到种种特色还是用大杂道去 善西人吃面是喜欢吃宽 但是粮球又人也喜欢吃宽 那大杂道去这个粮球就干就 善西人比较好上 这个来往宽 这个来往这里 哐哐哐一切 就做那个干的 这样干到这个善西 用善西低于特色 在烫这个辣椒这个过程的意思 把油少到 基本要少到260到270 然后把油放到180度 凉凉180度 再放在这个芝麻 在150度再放一些调味性 咱家的调味性是啥样的 140度把辣椒放进去 放个两三次刀 进行香醋 从你最重要是啤香 啤盆头的 秦枕两瓶 你看我的药 我都不是正硕皮子 摘的那个秦枕皮子 啤油 那油哪子多 小我给你沾省掉 啤快一点 所以我这这调皮子 这是个技巧 这指尖也有恶的熬米 也有恶的神秘感 调料 现在还是我自己配置 颜色 这个黄绿搭配上 都没有较牛 秦枕皮子有个特点 咸盐单抽 越齿越香 越嚼越有味儿 简韧柔滑 酸辣爽口 秦枕两瓶 就是由于西加坡走出去 秦枕这儿有好及时价值 都买两瓶了 剩益都很好 初开始秦枕 凉皮子买点 买料 就是 每天都买二三十万 当时是一毛五一万 一个骨铁灯 我吃的皮子 吃好的皮子 马上吃 没有人 给西加坡走 我说那再没有地方 人都可以先了地方 后来就再拿什么 四个月 给它叫了两个月防飞 第一天开门就没辣土 后来又是买到两块 前天爆满 前天吃饭都要排队 我检定了些训练 我就看了两个月 秦枕一个心安 因为秦枕是在一个 老坑居地嘛 这个名气是从秦枕大出起的 这就是一个自豪 也就是奏实起的第一步 也值得回忆 也值得给人家去炫耀的 在秦枕这个 妈妈真的带东西 这一节两行 以良品为餐饮 都把楼房盖起来 我可以把这给你叫 希望年轻人能把这个寿意 学到寿 如果大家愿意学的话 我还可以毫无暴流地去叫 去传仇 做一个传仇人 用尽力医务 把这个山西密社 反扬广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